欢迎加入本周先货向献中 我是张灵雨 夏天到了 一起当网美来吃冰 加一间 这一间冰店 水果冰淇淋一滴水 都没加 口感浓郁 新鲜的水果跟冰淇淋层层堆叠 还有饼干点缀 分量还特别大 特制的冰霸杯 超梦幻的 你们点的冰霸杯来了 好大一碗冰 端上桌 这视觉效果 超震撼 透明的杯身 里面一层一层水果 加上冰淇淋堆叠 五彩缤纷 还有饼干点缀 让人看一眼 少女心大喷发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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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快乐 但是这长得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然后那是奇异果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纤维 新鲜水果之外 最大卖点就是 不加一滴水的冰淇淋 吃起来口感扎实 这冰霸杯要三天前预定 而像是这个鲜果冰棒 水果的切面 一清二楚 连冰棒的棍子 都是饼干做的 整个都可以吃下肚 如果带朋友 外地来的朋友 就会来这里 那我想要用一个 就是不一样的冰淇淋 因为冰淇淋 比较感觉比较梦幻 还用成这样子感觉 那超梦幻 拍起来又更好看 这些冰店的冰品上桌 通常都是先拍照再享用 这浮夸程度 一百分的网美兵 掳获不少女性消费者的心 三天新闻 辽国雄和山坡 嘉宜报道 浮夸程度一百分的网美兵 掳获不少女性消费者的心 但这一种充满时代感的 怀旧汽水 可是掳获台湾一整个 世代的心 回忆里的美好滋味 还有特殊喝法 赶快勾起回忆吧 一瓶瓶玻璃汽水瓶摆成一整排 不过仔细看这些 可不是你我印象中的可乐雪碧 而是黑松沙士 苹果西打 维他露 吉利果 还有台风汽水瓶 勾起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还蛮特别的 妈妈那一辈子 那一辈子 就是才看到这些东西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上 贴出这些古早味饮料 玻璃瓶的照片 说你喝过玻璃瓶装的 黑松可乐和汽水吗 因来网友回应 还真的没喝过黑松可乐 当时是伴桌必备 还有网友回忆起以前的喝法 老板会倒比较慢一点 他泡泡部分会不见 把汽水倒入塑胶袋 再插进吸管 以前甘马店老板 就怕玻璃瓶被打破 或是不见就这样卖给客人 怀旧复古餐厅的业者 特别收集这些饮料玻璃瓶 他们大约生产在 1960到1970年代 复古饮料有的开封 有的没开封 网路上空瓶子价格 一个大约百元 要是没开封 保存完整的一瓶价格 破千元 不过对业者来说 这些都是宝贝 也是非卖品 这东西可能是得来不易 因为有些是早期阿公 以前留下来的也有 它有两瓶 一个是有点像可乐的 有点像沙士的 对 像现在在市面上都看不到 现在都没有 因为公司应该也没有在经营 所以就没有 随着宝特瓶越来越普及 加上攜带方便 这些玻璃饮料瓶走入历史 成为不少人回忆中 最美好的滋味 三立新闻许说的 言论与章话才报报导 回忆中最美好的滋味 嘉义在基隆 我们看到基隆有一家 开了三十四年的西餐厅 当地人都知道 卖的牛排被狂推 美食维持古早味还有CP值超高 更保有老式风貌 几乎九成以上的人都知道这家店 大部分基隆的人都会知道 知道这家老店 走进这家牛排馆内 晕黄灯光 方块石板墙 飘着浓浓老西餐味道 墙上还有基隆古早风貌的照片 高雅精致的装潢样式 有一种自然放松的氛围 服务生服装充满老绅士感 令人沉浸在七零年代的怀旧时光 你不觉得它的墙壁就很有特色吗 那那个墙壁跟画的结合 就会塑造成一种 怀旧的一种气氛 所以在这边吃饭就会觉得很容易 滋滋的声音 跳动的油脂带出淡淡肉香 牛排四个面都得煎过一遍 才能锁住肉汁 在小火慢煎 时不时还要不停翻动 色泽才会好看 五分熟放上铁盘 牛排跟酱汁来场美丽邂逅 怎么不令人食指大动 厚食牛肉外表焦香 肉质鲜嫩 油花分布均匀 一刀切开 内在呈现完美粉红色 搭配酱汁带出牛排香气 肉质弹口 如果想吃原味 沾点海盐就能吃到牛肉 鲜甜好味道 我回来很鲜嫩 就是你家 它吃饺 如果你吃五分熟六分熟的话 你把它刀子一切开的话 都很滋润的那种吃 吃饺就蛮滋润的 也蛮爽口的 在历三十四年老字号牛排 除了五分熟非力士招牌 要看真功夫得吃这道料理 花枝鲦鱼片 草虾蛤蜊 海鲜大聚集 这些都是当天献送的鱼货 最令人惊艳的就是汤头 得用蛤蜊香菇熬煮一小时 才会甘甜鲜美 湯品完成之后 还要用小酒精灯加热 带出海鲜汤的原味 消滚滋味让人难以忘怀 不过别以为牛排馆 只有牛肉海鲜可以品尝 没有经过任何腌制的德国猪脚 来个两小时蒸汽巴 再让它骨肉分离 配角酸菜再勾出猪脚的甜 此即味蕾 让人胃口大开 我们在基隆这个地方营业 我们几乎做的百分之八十 都是在地客 因为好不好吃 它一吃就出来 我们甚至曾经有缺货 然后换过品牌 它一吃就出来 包友老式西餐厅风貌 加上美食维持狗扎饼 勾勒老饕们深沉脑海里记忆 眷勇且一致 赢得饕客誓死效忠 吃完饭带你来动一动 小朋友经历重沛 要如何让他们放电 不少爸妈把小朋友送到运动中心 训练体能 弹跳床 走绳 跑酷 样样都有迷你版 在弹跳床上动此动 甚至举起手还能跳起来投篮 里头学员仔细一看都是小朋友 儿童极限运动正夯 因为除了全身都能训练 还能训练小朋友的手眼协调 又能在平衡中出力投篮 最终中的是安全 那不管是入场的流程 还有我们就是入场之后的教练的场地的 秩序的控制 还有现场人员的掌控 极限运动课程一堂大约250元到400元不等 虽然乍看有点危险 但有专业教练在旁盯着 让家长好放心 把孩子送到运动中心 就要训练孩子克服恐惧 让他多接触一下这个弹跳的运动 然后顺便训练一下身体的协调性 可以学到心中心吗 进阶版还有这个充满弹力气神 孩子走在上面难免怕怕的 两旁还需要人搀扶 但这可以训练专注力跟急耐力 如果这些都做不来 还有基础版 慢慢走 对对很好很好 谢谢 跑酷运动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危险 那其实小朋友也可以玩 成长比较多的是 夏令营跟动力营 我们有带那个营队 所以就是其实近年来 就是这一两年来的趋势 我们蛮多的 儿童极限运动成为风潮 教练透露今年学约数 比去年大约成长两成 但要注意小朋友训练 还是得分年龄 才不会造成运动伤害